科學新知第四節 這一節我們想問一個問題 植物和動物之間的分別是怎樣 最簡單的就是動和不動 當然你可能會跟我爭辯 植物有些都會動的 但動得來會不會是可以 連根也斥起 整個根好像有腳走走 很難想像 即是有個蘿蔔的人是深色走的 這是很難想像的 我想另外更特別是植物的生長 和如何製造自己所需的食物模式很不同 我看到植物和動物的分別 動物就更容易要多些器官分 尤其是會複雜一些 會有器官的分工 你不會想像到一棵草裏面 有肺有胃在裏面 切開會有結構在裏面 但如果我們從生物的演化 是否由植物一直進化到有動物 這方面很有趣 我們很容易將演化過程 就用一個由簡單進化至複雜的過程去想 我們便會想 會不會由單細胞生命開始 變成一個複雜的一棵東西 然後變成一枝植物 再由一枝植物 慢慢變成一個 猴子變成一個陳志弘 很簡單 例如昆蟲 昆蟲不是植物 我們是否由昆蟲 一路一路 但其實我覺得大家不需要這樣想 因為更多的東西 你要多一個面向 就是那些物種的變化 可以橫開之散業地發生 例如舉個例子 你可能由一個單細胞 單細胞就是萬物生命的祖先 這些單細胞繁殖複製後 有一部份變成植物 但另一部份就去動物發展 即是分支 是的 所以由生命體變成動物 不一定需要經過植物的階段 我同樣可以這樣說 由複雜 由昆蟲和爬蟲類 是否一定要經過昆蟲和爬蟲類 才能夠演化 變得有暴雨類 再變成我們現在的人 又不一定需要 所以那個演化軌跡 其實更像一個圖形 就是大家都演化了很久 但大家可以走的路徑很不同 這樣 結果形成了幾個生命不同的物種 是的 其中一件事是否凡是動物 都會生癌症 這個大家經常聽 是甚麼鯊魚軟骨素 那些鯊魚骨 是說鯊魚不生癌 但其實說鯊魚鯊魚不生癌 不是的 是會的 都會生的 其實基本上動物就比較 甚至乎沒有甚麼動物不生癌 不過你說到哪個程度 尤其是如果說複雜的動物 尤其是暴雨類和爬蟲 生癌是常見的 但為何一定會生癌呢 又要了解生癌本身是甚麼 例如人為何會生癌 就是在基因資訊中受到破壞缺失 於是有些基因資訊 沒有辦法完整地複製下去 即是有變異出現 一個資訊的缺失就由下一代出了一些怪的 畸形的 很多時這些怪的畸形的東西 它是沒有生存能力的 沒有了就沒有了 淘汰了 但有時有些很不幸 就是它變異了資訊 它出了下一代的細胞 它依然有生存能力 甚至乎繁衍的能力 甚至乎更壞的情況 就是它的繁衍能力是不受制約 它是有生存能力繁衍能力 但它原來可以是長生不老 這些東西就會慢慢在身體上越來越多 甚至乎是反效為主 即是破壞了身體原有的生態平衡 那些就是癌 所以你記得一個很吊詭 Cancer當然是病 但你也記得癌細胞是永生的 是 癌細胞的端粒不會消失 不停地保留了原有的端粒 於是它已經變異後的基因資訊 不是那麼容易破壞它 是的 於是它便可以不停地繁衍下去 所以有一個我沒有買的 不過我看過一個黑人的女性 因為她的子宮生癌症 是第一個找到癌症 到現在還在使用她的細胞 癌細胞 到現在還聽過 只要你繼續抽它的細胞出來 繼續發展 你給養份它 它便會生下一代細胞出來 是它的癌細胞 一直可以繼續用下去 但問題是樹會不會生癌呢 有人說樹上生了一棵真菌 生了一棵靈芝 就是樹木的癌 我覺得這不是太準確 原因是甚麼呢 例如你說一棵樹上生的菇生的靈芝 其實代表著上面有另一個物種的包子 在它上面繁殖了 你問我更加像是甚麼呢 更加像人的腳甲手甲生灰甲 你說人又沒有能力 有些人說你不洗澡 你會用三棵菇生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去到這麼誇張呢 我就不知道 但如果你說生癌更加像是甚麼呢 是你人體自體的細胞出現變異 發了一些東西出來 那你這棵樹會不會自體有變異 發了一棵冬菇出來呢 就不是的 那些冬菇 靈芝 有些是你外來的真菌 外來的包子 進入了下去 發了出來 就霸了你的身體 當然它的客觀作用 如果你生了太多去把握你的身體 令你破壞你的健康平衡 它能夠做的事 和癌細胞的作用是一樣的 就是可以有機會反效為主 在這方面的結果是像癌細胞 但是你說那個原法的機制 我就不會認為那棵樹生菌 就為之生癌 所以你說如果樹有沒有一個 原法的機制 突然之間令自己 跑到歪了 然後自己發了一個腫瘤出來 然後倒下了 我不敢說武斷 武斷來說完全是0%沒有 但是很肯定它的機率 遠遠低於人類那種 暫時我們看到植物基本上不生癌 我們會這樣說 為甚麼呢 即是否它的DNA結構不同呢 其實這裏要看 人類或任何其他生物 有沒有一些先天的機制 去阻止生癌呢 其實有的 人類譬如說 我們現在發現了一些機制 就是整個遺傳基因的DNA序列 不是完全沒有任何的修復機制 如果沒有就不會到今天 其實你每一天都在換細胞 你每一天都在換 如果每一天都有1%的錯 你根本不能做 是的 如果初代的原生物 那些單細胞東西 最初他們沒有很容易受到 即是他們沒有甚麼 那種自己的遺傳資訊保護機制 他們經常很容易被外來的輻射 改為他們的遺傳基因 於是他們的變異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人類 去到這麼複雜的新聞 不要只是人類 獅子 老虎 暴雨類等 他們本身的身體免疫系統 和繁殖基因複製系統等等 它有一個保護和除錯的機制 但不完美 它有一定的保護 即是有時你抄錯了 它懂得幫你拿走 但有時這個機制是可以失敗的 正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機制 我們本身先天上自己有一定的抗癌能力 如果我們動作有一個變異 立即出過癌細胞 我們就不是一個很優良的物種 但是基本上 你看見人類 年輕人有繁殖能力的年代 就去生癌症的機率是有低的 但是通常就是 到了你已經過了這個狀年的時候 更加容易出癌症 其實你會發覺這是無意之中 人類演化出來的規律 即是人類自己本身的基因 因為基因收穫的機制 大約都被你捱到幾十年 才開始出現一些古怪的東西 它是有限 但起碼都足夠了你去全宗接待 你可以想像一下 會否試過有些人類 基本上生出來 全部的基因都是十多歲 就會生癌症 一定有的 但那些人就是你未到繁殖的年齡 已經這樣死了 它豈不是絕重了嗎 即是在演化上淘汰出來的 是的 但你如何解釋植物 我還未回答這件事 植物是這樣的 很不同的地方 剛才我們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人類本身身體器官 有很多細胞功能分工 你的肝細胞就是肝細胞 你的腦細胞就是腦細胞 你的心臟細胞就是心臟細胞 你不能將它搬到別的地方 這樣就算數 這一個就是 尤其是譬如 當然不是所有的動物都是這樣 不過你說如果魚都有魚的器官 蜜蜂都有蜜蜂的器官 你會發覺凡是動物 就比較容易出現這些器官 分工的情況 這個細胞就專門在這裡出現 但變成如果這個細胞 在這裡弄了 然後出了一個癌 它就很容易令整個身體的生命平衡系統 就破壞了 然後會死 但是如果在植物上 它不是不出現變異 植物一樣要面對這麼多機率的基因變異 植物也有它自己的能力 去抵抗一定程度的基因破壞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蘇聯赤爾諾貝爾核電廠 附近周圍 現在那個位置已經是烏克蘭 曾經還打過仗 但是在1986年 1986年那次 諾貝爾是輻射災難的時候 那裡就荒原很多地方 受到輻射污染 人類搬走了 但是留在那裡還有很多植物 有人曾經潛入那裡 拍攝那裡當地的植物 就會發覺 當然有些古怪的東西出來了 但是你會發覺 很多的植物 它不會就這樣死去 它繼續在那裡茂密繁衍 繼續生存下來 我們就看到很有趣了 這些植物為何這麼捱得輻射呢 是不是植物特別容易抗輻射呢 原來就不是 我們如果捉一個單獨的植物細胞來看 你會發覺它都是 因為你給那麼多輻射去 它會那麼容易受到基因變異破壞 但問題就是原來植物本身很有趣 它的細胞本身能夠變成第二種 來補位的功能是比較高的 就是說如果植物本身有一個細胞變異了 它可能會繼續在那裡存在 甚至會繁衍 造成一些破壞 但是你會發覺周圍的細胞 其他部份的細胞 就很快會變成你的部份 來幫你填補 你看到後面的圖片 就是經過輻射之後的花的樣子 是的 照過都古靈精怪的 我記得一個孖生 即是連體英番茄的那些 當年有一個攝影師去那裡 去拍攝這些古靈精怪的照片 你會發覺植物比較有能力 去不同部份的細胞去補位 你可以想像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 譬如種那些黃金葛 種那些非洲紫羅蘭 你不需要整棵的 你剪化葉出來浸一浸 它生了一根 它沒有了根 它自己有再生能力 即是有幽人 是的 動物比較少 可能簡單的動物 就有再生能力強一點 你說幽隱、水色等有這樣的能力 人類你沒有了手 它不會生回手 即是小規模 譬如說沒有肤肉 沒有皮 你便生回手 那些就可以了 你太大程度的破壞 你身體其他部份 是不會幫你變回手 但植物就有這樣的本事 所以它自己 自己由其他部份 即是你會一隊足球隊 它隨時可以後衛 變前鋒 前鋒變後衛 互相去保衛 它不會說你沒有前鋒 就直接沒有了攻擊力 然後整個球 就只可以手不可以攻 它不會這樣出現 植物就因為有這樣的 很容易就有一個 隨時提供一個萬變萬比 給你任何植物 每一部份用 即是我變得我有用需要的部份 那個能力是強很多 就令它們 就算生了癌 又會變異 很容易填補 不會那麼容易 讓變異左的細胞 稱為反效為主 是的 但看那些動物 如果受輻射以變異 繼續生存 就有很多怪物 是的 其中一種 澳洲朋友一定會知道 那些代貫 代貫在塔斯曼尼亞 那些叫聲叫到鬼鍊的聲音 就是他們有些叫塔斯曼尼亞惡魔 叫到整個巫婆 他們說那隻是肉食性的 一些有待的動物 近年他們面對滅絕問題很嚴重 因為他們在飲食習慣 很容易沾染一種病毒性的致癌 令他們的嘴巴生癌 吃不到東西 於是現在要出手 幫他們做免疫 令他們去防止這種病毒 才可以救到他們 令他們的數目增加 這件事 你會看到很多動物 去面對癌的風險 其實都是有這麼多的 好 希望大家在短期之內 我們找到一個可以醫治癌症的方法 聽說就為其不遠 下一節這個科學會 我們都講病 好嗎 好 下一節就回來 好 我們是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